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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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高雄的温度也只有在17.8 夜晚的温度都明显的下降了 而最主要一点 就在于北方的高压了 因为现在高压的系统 正在逐渐的东移当中 冷空气的强度 也随着它进入到达东海中 风向开始变为偏东风进来 所以整体来说 因为也是变东风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都是云层量发展比较偏多 而西半部地区天气晴朗 所以晚上会有辐射冷却的作用 也就是在西半部地区容易出现了 而这个高压系统 在明天逐渐的东移 往日本东方的海面前进的时候 我们的风向吹着东风进来 东风进来使得东半部地区 明天早晚有点云层 西半部地区全部天气晴朗 而从卫星云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当高压东移之后 我们台湾上空的云层发展量 你从这张红外线看不清楚 那我们就来看看真实色彩的云图 这张云图当中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当北方的高压在下午之后 逐渐的东移 晚上进入到达了东海之后 它在整个东移的过程当中 带进来的偏东北东风 使得东半部 你可以看到地形云层 西半部地区天气晴朗 但我们再来要注意哪里 我们来注意四川跟云南这边的水汽发展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水汽最主要的来源 从印度洋又开始输送过来了 而这个水汽就是预告着大家 在礼拜六晚上以后开始 华南云带将要逐渐的东移了 而这波的水汽发展 最主要我们从这个红外线云图中 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包含了泰国湾这边 以及这个在孟加拉湾这里的水汽发展 会将逐渐的往北的方向输送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台湾在这里 在我们这个四川跟云南这边的水汽 正在逐渐的东移当中 但冷空气的强度来说 要到了礼拜六的晚上的时候开始增强 而华南云带也会在周六晚上的时候 开始逐渐的通过我们台湾的上空 那当它通过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两个时间点地面图 来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先看到礼拜六 礼拜六的晚上的时候 北方的高压开始带下来冷空气 而这冷空气进入之下 加上刚刚我提到这里的华南的水汽带 会逐渐的开始进入到 我们中部以北的上空 所以云层发展在进入的过程当中 3500公尺到3000公尺左右的高山 就有机会因为温度够低 水汽垢就会有点降雪 或者是小冰珠的状况 不过你问我说如果河欢山呢 河欢山几率就偏低了 因为已经到中部山区了 这个水汽通过主要在北部会通过 礼拜六会这个冷空气开始要下来 影响最明显的时间在日到一的时候 所以要提醒你特别注意是 礼拜天到礼拜一温度又偏低 加上水汽要东移 可是再来礼拜二气温上升 接着我们可以注意到礼拜二的晚上 有没有看到在下周二晚上 另外一个高压系统在东移 又要在周三的时候再度带进来东北风 所以在周三的时候 我们的温度状况来说又要下降了 时间点会到周四 那到了礼拜五尤其礼拜六要投票日 许多朋友问说那投票日呢 以目前来看投票日当天高压系统 东移风向变东风 东部云多 西半部天晴 白天气温上升 在投票日当天 那我们来看一下温度了 先注意到礼拜五在明天的天气 形态度夜晚冷 尤其在清晨的时候 白天的温度都明显的上升 北部今天17嘛 明天可以升到22 中部地区日夜温差非常的明显 南部地区中午还算舒适 但早晚冷喔 而东半部地区的早晚有点云层 歪岛地区夜晚天气是寒冷的 未来一个礼拜可以看到 再来呢 东北风影响在周六晚上开始 周日周一 华南云带冬移北部有雨 接着礼拜二水气就少了 再来礼拜三有东北风 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气温在上升 歪岛地区夜晚温度低 小叮咛 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夜晚寒冷穿着保暖 高山路面结冰 爬山行车要小心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